大家好 你见过把啤酒倒进鸡蛋液里面的吃法吗 真的是太厉害了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 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做 出锅味道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就赶紧来给大家分享吧 鸡蛋非常的有营养 它里面还有大量的脂肪 蛋白质还有人体所必须的氨基酸 但是好多朋友都只会做水煮蛋或者是油煎蛋蛋糕 或者是炒着吃 做来做去就是这几种 今天我准备了4个鸡蛋和一罐啤酒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鸡蛋不一样的吃法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把鸡蛋全部打入碗中 接着我们把啤酒倒进鸡蛋液里面 这一罐啤酒呢有500毫升 我们往里边加入100毫升左右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使啤酒和鸡蛋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最后搅拌成这样非常细腻的状态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再加入一勺食盐 用筷子把食盐和面粉充分的搅拌均匀 然后把鸡蛋液倒入面粉中 边倒边搅拌 用面粉代替酵母翻面 这里我们不需要放入酵母粉 我们用啤酒中的气泡代替酵母粉翻面 能够达到非常松软酥脆的口感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成这种比较细腻粘稠一点的状态就可以了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一点 看看是否有干面粉的存在 如果有的话一定要充分的搅拌均匀 不然出锅会出现夹身的情况 然后我们盖上一层保鲜膜 把它放到温暖的地方 饧发至两倍大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把小葱 把它改刀切成葱花 香葱可以多准备一些 这样出锅的时候会更好吃 切好之后我们把它装入碗中备用 时间到了我们的面糊已经饧好了 用啤酒来和面它的表面不会长起来的 只会有一些少许的泡泡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切好的葱花加进来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让面糊和葱花融合在一起 最后搅拌的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起锅烧油我们可以多放一点油 等到油温升至六七成热 我们用筷子试一下 旁边能起到密集的小泡泡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勺子 在锅中先热一下 然后再舀入适量的面糊 这样面糊就不容易沾到勺子上面了 而且比较好操作 然后直接把面糊放入油锅中 30秒之后面糊就会开始膨胀 我们给它翻个面 特别强调这里一定一定不能开大火 不然表面炸糊了中间还夹生了 炸的时候呢要不停的翻动一下 让面糊受热更均匀 炸三分钟以后我们发现 我们的面糊泡泡已经慢慢的变了颜色 要不停的翻动它 继续炸三分钟后 我们发现泡泡已经变了颜色 让我们把它捞出来 装入盆中 然后用肉刀把锅中藏着捞干净 然后我们开大火把油温升高 然后把鸡蛋泡泡放入油锅中复炸一遍 这时候注意一定要开大火千万不能开小火 不然的话鸡蛋泡泡会猛的吸油 这样吃的时候里面都是油了 油腻腻的就不好吃了 大概复炸30秒左右 表面变得金黄油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给它控油捞出来 捞出来中物叠中就可以开吃了 这款小吃呢没有任何技巧 而且是零失败 就算是新手小白也可以完全胜任 我们趁热吃的话呢有点像油条的口感 松软不油腻 一般找出来的东西呢 表皮都是硬邦邦的 可是这个是软的 我们打开看一下 里面都是丰富的小气泡 特别的松软 这个就是啤酒发酵而成的 所以吃的时候呢也会更加的好吃 口感更好 做法呢也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这个做法的话呢 就可以收藏起来去试一试真的 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